這我太過分了 我錯了 小七 小七 我之前一直想哄你開心 但我又放不下自尊心 我錯了 原諒我好嗎 你不是討厭我嗎 你為什麼要跟討厭呢 道歉 我之前說的都是氣話 氣話 那你也不能放棄科研部啊 最讓我難過的不僅僅是你覺得我討厭 而是因為你討厭我放棄了你努力那麼久才得到的東西 我自責了好久啊 我還真覺得自己就是個討厭鬼 我以為我害你失去了一切了 說個氣話就是放棄 一點都不負責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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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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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听你是 是因为 那你又是因为什么 庆祝 庆祝我们科研部 又正式恢复了 真的 真的 我们可以继续正式挑衅下水 不过 我们这次的专案 还少了一个 嗅觉特别灵敏的挑衅师 而且公司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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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我可以 只要你愿意 我 我可以回来 你不生气了 那还是有意 但是看着你把科研部 给弄回来 可可你先去 明天早点来上班 有个惊喜给你 鞋带开了 哇 惊喜 什么才算是惊喜 疯了 他不是送黑卡 就是买炸鸡 他有什么创业准备惊喜的 炸鸡 他该不会是买了一个养鸡场 然后那个鸡就可以 现炸 现做 现撑 哦 这段我熟啊 方冷 他应该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养鸡场 被你 承包了 这么听来 倒是蛮有创意的 好浪漫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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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Drop serí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宝宝们 如果我穿这身衣服 去跟张医生约会 会不会给他带来惊喜啊 跟我一起跳舞吧 小琪回来了 嗨 哈喽 小琪 你回来了 哈喽 小姐 空腹不腹有心人哪 你终于回来了 您是不知道 您走了之后 方总老是嫌弃我做的咖啡不好喝 我真是太难了 好好好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呃 乔小姐 您既然回来了 那想必那本书 您颇有研究 能不能回头把那本书还给我啊 我已被不时之息 呃 就就就就就就那本书 呃 呃 呃 那边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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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乔小姐 我先带您去您的新宫位 新宫位 新宫位 这边 哦 哦 惊喜 这是我们方总啊 专门为您准备的豪华宫位 我 我 稍等啊 嗯 玫瑰香薰为您的工作添几分香气 糖果拼盘为您的生活添几分甜蜜 最重要的是 真皮按摩椅 为您的身体啊 舒缓压力 呵呵 满意吗 挺挺好的 但我还是觉得以前的工位比较适合 别别别别 呃 呃 呃 乔小姐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根据你为公司创造的价值 这些都是犒赏你的 但 他还夸张了我 不太好 哎呀 怎么不太好啊 你又帮公司科研部调香水 而且还拿下了则问的单子 别说这豪华工位了 独立办公室那都是没问题啊 小小姐 来 感受一下 快睡一下 不吗 这怎么动啊 嗯 小姐啊 这里有办公室很近 嗯 如果想我的话 就可以去办公室找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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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 荷尔蒙香水怎么样 待会儿我让科研部提取几个样本过来 嗯 好 好好工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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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